市長政府目前又有了最新的動作 我們在剛才新聞當中聽到了 內政部長戰話說呢 最快是明天開罰 但實際上台北市長好龍斌 這邊已經有所動作 那麼目前已經針對了動新聞 依照俄哨法開罰50萬 稍早的現場狀況 我們要連線給記者林佳元 動新聞呢 是用模擬動畫的方式來呈現新聞 不過由於太過血腥以及暴力 台北市政府好龍斌呢 已經要做出行政財罰50萬元 但你一起來聽聽看 這些內容的確對兒童或青少年的身心發展 有嚴重的不良影響 所以台北市政府決定依據兒哨法相關的規定 對動新聞以最嚴厲的處罰 就是罰款50萬 我們市政府的正式公文書 裁決書也已經完成 而且直接要準備給一傳媒 如果動新聞以後再犯 我們會再罰 我們會持續罰到動新聞 我們依媒體的規定 做好分級的工作為止 大家會非常好奇 為什麼台北市政府可以對這個動新聞進行開罰 因為動新聞它的這個營利事業所在地 登記的地方就是台北市政府 因此呢台北市政府是所謂的主管機關 他們是根據兒哨法第30條進行開罰 而且這個開罰呢表示是連續罰的 如果說今天有這個新聞不妥 明天還是繼續出現的話 還是可以繼續來開罰到 一直罰到他們改善為止 也像是目前最新狀況 把鏡頭先交還給彭麗主播 好嗎 好嗎